大家好,欢迎观看我的频道,我是桃光玩具箱 今天万代在官网上公布了2022年4月成品部的新品发售日期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都有哪些 首先通贩的部分 4月23号是SHF波及和卡克 含蓄定价5720日元 同样是在4月23号的还有SHF的利布特奥特曼 官方的含蓄定价是6050日元 声音神话EX部门的最终天龙EX也在4月23号发行 含蓄定价是9900日元 接下来仍然4月23号是SHF的龙珠比克Superhero 是来自今年剧场版的第一款 含蓄定价4180日元 同样是在4月23号还有布罗利的全功率 这是一个再版的 再版的定价是8580日元 另一款再版的超兰物吉塔也是在4月23号发行 含蓄定价6050日元 超兰孙悟空的再版也选在了4月23号 含蓄定价4180日元 接下来SHF部门的奇异博士 来自疯狂多元宇宙 发售时间4月29号 含蓄定价7920日元 DX超合金系列的VF31AX卡伊洛斯 进阶型也是在4月29号发售 含蓄定价25300日元 然后接下来有三款Figure Arts Mini 都是在4月29号发售 它们分别是五条物 含蓄定价2970日元 真人还是定价2970日元 下游节2970日元 这迷你的价格都是比较统一的 然后SHF的卢克天行者曼达洛人 发售时间4月29号 含蓄定价8250日元 美少女战士部门的SHF 小小兔的动画版也定在了4月29号发行 含蓄定价6050日元 另外SH Monster系列的 哥斯拉2004年版也在4月29号发售 含蓄定价9350日元 在4月29号还有两款载版 分别是SHF线框男性素体的灰色版 含蓄定价4950日元 以及女性的素体版本 也是4950日元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浑线的部分 在这个月发售的浑线有 SHF龙珠Z萨博 含蓄定价6600日元 SHF的Rise Harbor Rising Impact特效件套装 含蓄定价7150日元 HI Metal R系列的索尔迪克H8 兰德菲萨和装甲车40周年版 含蓄定价15400日元 R魂系列的SAD MS RX 79G 陆战型高达沙漠规格 含蓄定价7150日元 声音神话EX海斗士系列的最后一款 海怪EX 含蓄定价11000日元 SH Master Arts系列的喷射结格 含蓄定价9900日元 SHF奥特曼系列的泽塔 贝塔冲击 含蓄定价7150日元 接下来的几款都是去年 混展的限定商品转魂线 分别是泽塔奥特曼 Alpha装甲的Special Color版 含蓄定价6050日元 儿魂的FA781全装甲型高达 含蓄定价7700日元 SHF假面骑士系列的Zero One 地狱月升黄虫形态 含蓄定价6600日元 以及SHF真骨雕的假面骑士 OO超极音虎黄莲祖 含蓄定价7700日元 声音神话EX系列的24K双子座EX 含蓄定价24200日元 超核惊魂系列的GX70SP 无敌铁金刚 2021的特别颜色版 还是定价15400日元 最后的是GFFMC系列的 非高达EW版的Early Color Version 发售 还是定价15400日元 OK以上就是这个月 成品部门的全部新品的发售情况 数量非常多 绝对是要韬光钱包了 OK这一期的节目就这样了 喜欢日系玩具 欢迎订阅淘宝金箱我们下期见